功夫前身说什么呢 总不外乎 你放下了多少 你放下的多 功夫就深 你放下的少 功夫就浅 放下什么 放下妄想分别之主 这叫功夫 对这个世间 还有没有决定 还有没有秦职 功夫从这个地方看见 六字鸿鸣 要把功夫念出来 当我们 对眼前一切仁慈 起心动念 这就是烦恼吸气 这个时候提起一句话 把这种妄想分别之主打掉 这叫功夫 什么时候念头起来 古人所说的 不怕念气 只怕觉知 你觉悟得要快 第一念是个妄念 第二念是阿弥陀佛 让这个妄念不继续 不是一个一个接着来 这叫功夫 真放得下 一般人为什么放下 他有顾虑 我放下了 我明天生活怎么办 他有这个考虑 他就放不下了 真放下的人 不管明天 不要去想他 明天还没到 想他看什么 过去已经过去了 别想他 未来没到 也不想他 一切天气自然 前面讲了八个自然 自然才随顺你心得 所以初学的人 对这些很深的理 没参透 信英国就好 真一向信英国 看我一下 为什么呢 命里有的决定是有 命里无的决定是无 你无法强求 命里有的决不掉 你真的决了 那你又来了 越决越多 怎么办呢 不要放在心上 根本就不与理会 一切随便 命里都有财富 要知道帮助 贫穷苦难的人 需要的人 你帮助他 财品滚滚就来了 来得越多 我帮助越多 我绝不把它存起来 自己享受 那就错了 就完全错了 越试越多 越多 大做好事 好事里头 低等好事 帮助众生求 这最大的好事 真正帮助众生 离苦的路 苦从哪来 苦从你来的 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苦从你来的 露从觉悟来的 破迷开悟 是要戒定慧善许 我们觉得这个困难 困难 你就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俘获戒定慧善许 真心 真念 老实念佛 这就是戒 心里只有一句佛号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没有怀疑 这就是定 定久了 定有一定的功夫了 像前面所说的 不定什么时候 火让大悟 纵然不能够彻悟 大悟肯定有 大悟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人不能不相信英国 英国从什么时候有的 从有宇宙那一天 从有我们这个人这一天 就有 跟到来的 那在佛法里面讲 一年不久 英国是一年不久里头 所生 也是决定是有啊 中善严 皆善苦 不执着不分别 若无其事 叫做功德 功德不可思议 断卧修宣 记在心里头 常常需求果报 是佛德 佛报会兴起 跟你的修德 一定相应 修小善 有小的佛德 修大善 有大佛德 夜阴果报 丝毫不爽啊 这不能不知道 啊 尽忠地修许 我们全心 全身投靠阿弥陀佛 这是正确的 那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替我做他 我这个方法 是我在26岁的时候 张家大师传给我的 我接受了 我完全相信 啊 所以一生呢 佛菩萨安排啊 我们什么都不去顾虑 瞬间逆境 善云我云 统统是阿弥陀佛安排的 啊 我们在境界里头 最重要的 提升自己 啊 智慧的能量 啊 在境界里面 你学到很多东西 啊 不被境界所转 自然就能转境界 啊 楞严经少说得很好 若能转境 则通如来 怎么转境呢 境界限期 保持镇定 啊 不受到干扰 瞬间 善云 不齐贪恋 逆境我云 不生成灰 啊 保持你的平常心 就是清净平等趣 你就守住这一句话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一定是清净平等 拥而不明 这就对了 问题就解决了 啊 这个是真正修净土 真正修佛 啊 所以 这从国起修 阿弥陀佛是苦 不是瘾 一生成就 故戒得生 无量清净 阿弥陀佛佛苦